外母 salam 她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那她第一 她要不怕音樂 不怕鼓勢 要不理其他狗 非常淡定 而且會坐在我旁邊 所以是非常適合當一個助理 一直吃這樣 其實以前我們是在 中天錄影嘛 那我們想搬到這裡棚不太一樣 動線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就有點擔心它 不適應 可是它好像我們一開始開錄 它就往這個檔輪跑 它好像也知道就在攝影機的前面 而不是在攝影機的後面 因為完全環境不同 它好像就是會靠近我這邊坐下來這樣子 天生藝人 我一集大概錄50分鐘 那有一次我就是 那一集講古董 那我跟製作人想一想 我們來不及講完 那我們就使個顏色說我們可能要做兩集 那我們就比較要長一點 那大概講到60分鐘的時候 她站起來覺得很無講太多 平常上班的時候我帶到公司 我帶她一起上班 對…她就是… 她其實都是黏著小燕姐啊 沒有黏我 沒有黏我 她就直接進小燕姐的辦公室 然後陪小燕姐上班 而且… 小燕姐在裡面開會 她也要跟著進開會 我們就說喔 她是知道公司最多秘密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聽講 是覺得你自己是 柴犬界的網紅嗎 是不是 是不是 啊呀 是啊 是啊 那你是不是最喜歡小燕姐的呢 是不是 是不是 小燕 是啊 好棒棒啊 啊 那 由於是她的 是不是你的小男友呢 是不是 小燕 是啊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今天謝謝去講喔 好棒喔